是一颗来自太阳系外的彗星 它在2017年被科学家发现 它的奇特之处在于 它穿越星际时有着越来越快的速度 但却没有能量和力量的来源 奥默默的长度超过900米 在2019年发布的研究证明 这是一颗不规则的彗星 同时有关人员也在不断研究 它是如何通过释放气体 获得额外的推进力 但也有人仍然不相信 奥默默是一颗彗星 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 艾维·劳埃伯称 他看起来不像太阳系中 至少99.99%的彗星 各种观点至今仍在相互博弈 奥默默的诞生 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一些人认为 它可能是天体的碎片 在近距离飞过它的圆恒星时 被引力撕裂 宇宙中的一些星 陨石甚至彗星 就是这么产生的 它们的相互碰撞 也是太空垃圾产生的 一个重要原因 有研究人员说 每一个行星系统 总共应该会喷射出 大约100万亿个 类似奥默默的物体 但是 为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 只找到你一个呢 这就催生了另一个观点 奥默默可能是外星人的太空船 这个观点由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阿维 勒布提出 科学家利用计算机 模拟了原生恒星 对它们的影响 这项模拟工作揭示了非常近距离的碰撞 可以将这些天体撕裂成细长的碎片 然后被射入星际空间 2019年8月 天文学家发现了第二颗闯入者 来自太阳系外的伯利索夫彗星 这是相当罕见的情况 2019年 哈佛太空望远镜拍到了一些 伯利索夫的照片 由此证实了 它是什么 以及它与奥默默有什么不同 但是根据研究 伯利索夫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奥默默的秘密 它们两者有着相似的特征 甚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探索 宇宙中一些未知的领域 美国海军学院天文学家 马修奈特在同一份声明中说 随着未来几年发现未来的星际物体 我们将非常有兴趣 看到是否有类似于奥默默的特性 相关的研究依然在进行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讨论与观点 人类在宇宙中的探索 也在逐步的深入和展开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和分享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